那我怎麼知道 對方的那個網站放哪裡 其實非常好找 在第一個資料夾 Assets 這裡面就是 打開來之後呢 TripleW 其實TripleW打開來 就是Index在這裡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把它還原的話 就把那個TripleW 把它還原 重新改個名稱叫106APP 它就是網站的資料夾 完全沒有保護 一模一樣 不信的話各位可以試試看 一模一樣 OK 所以 也就是說如果你以後寫完App你要保護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 其實沒有什麼保護的 所以它這個缺點就是 很容易被破解 當然如果你用Android 用Eclipse寫也是類似的狀況 但是至少它有編譯過 這個是完全連編譯都沒有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當然 喔 就是說如果人要破解 但你有沒有想一個辦法 可以讓他盡量看不到東西 那怎麼做 我想這個 有機會在在看 或者你們自己在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更好的方案 第一個 就是破解的方法 非常簡單 把這個負擔名改成 ZIP 再改回來 APK 再改回 APK APK就是它安裝程式 第一個 破解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說我要如何 可以 下載之後 然後 這個時候 FoneGap上面的那個 那個部分你可以刪掉了 那我要怎麼樣放在一個地方 讓人家可以安裝 安裝的方式也是QR Code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 我們來看一下 我用的方式是用雲端硬碟 所以請各位 到你的雲端硬碟 就是在Google首頁好了 進來之後 雲端硬碟 裡面 那我是放在雲端硬碟裡面的這個 這個路徑 這個是我放 我們這個 我是放在這個 老師完成檔裡面好了 假設我這邊 再新增一個資料夾 資料夾名稱就是今天日期 103 04今天幾號 19 0419 OK 那比如說呢我把它建立並共用 好 接下來的話我就把它打開 然後把這個 剛剛的那個APK 傳上去 傳到這個資料夾裡面去 傳上去的方式的話 直接 各位可以利用剛剛 下載這裡 直接怎麼樣 其實我的習慣是直接 拖拉 放開就可以 他就可以直接怎麼樣 幫我丟到這個雲端硬碟裡面去 放開 他問你說 要上傳 並共用 上傳並共用 OK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已經傳到雲端硬碟 等一下請各位 自己新增一個自己的資料夾 無論如何放哪裡都沒關係 然後並且把它傳上去 等一下再跟各位說明 怎麼樣讓人家很方便去做安裝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特別注意就是 先從你的PhoneGap下載那個APK 然後各位可以把它 就是副檔名把它重新命名成為 ZIP 就可以 ZIP 那裡面 Assets資料夾裡面會有 TripleW 這個就是 網站的實體位置 OK 那 第二個是 請各位把106APP 把它傳到 你的雲端硬碟上面 那請各位先建一個資料夾 好 好